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的幹部就是匪幹 解放軍就是匪軍 中共特務就叫做匪碟 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 父匪分子 共匪 信口癡和 笑罵猶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毓民 向低致苟說不 My Radio 17年內 不改初衷始終如一 全新一輯《毓民踢爆之》說文解誌 逢星期五晚上首播 敬請訂閱My Radio YouTube頻道 並且付費支持 令你耳聰目鳴的網台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好 歡迎收看收聽 《毓民踢爆之》說文解誌 今集的主題是 歷代共有 沒有不思耗殺人者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是鄧小平和平統一的獨建創禍 經過23年在香港的實踐 陳世天堂預約 對香港人來說 已經變成無間地獄惡夢 既然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等同併吞 可以預見一黨善專的民進黨 將會長期執政 藉著香港淪陷的事實 可以成功塑造反併吞主流民意 那就必須要有 捍衛台灣主權 以死相搏的準備 台海兵空戰危 但是台灣當局養人避惜 以為交足保護費 就可以維持一邊一國 互不隸屬現狀 天真有邪 一致於此 令人驚查 毓民在此不喘慕媒 建議在選舉期間 逼到宮廟上香 拉票的賴清德總統 現在就應該開始 從北到南 走遍宮廟 在馬祖、關公、元天上帝 這些駕臨台灣幾百年的中國神明面前 焚香足土 希望三個月後的美國新總統 對於距離美國大陸 九千五百英里的第一島鏈台灣 一旦遭遇中共武力進犯 一定會立即排兵遲緩 面對中共的民工武嚇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民進黨 動用國家機器正媒一體 鬥誇鬥臭在野黨 短期目標是永續執政 長期目標是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 有關權力爭奪 朝野兩大政黨 都視對方為主要敵人 世界第二大軍事大國 虎視眈眈 竟然就變了次要敵人 正所謂 堡壘從內部攻破 台海一旦發生戰爭 就算開戰不一定等於終戰 島內民無焦慮已 歷史沒有如果 只有教訓 今集說文解誌 講兩個和戰爭有關的成語故事 先講文無焦慮 焦慮是指活著著食的人 即是活著的人 無焦慮 就說不再有活著著食的人 文無焦慮 即是人民沒有活路 文無焦慮 最早建於漢書卷一 高帝幾上 漢語為人 飄漢禍策 常攻相成 相成無焦慮 所過無不殘滅 無焦慮一詞 亦見於宋史惡飛船 非奏 金人銳氣沮喪 盡氣之重 窒酒渡河 豪傑向風 事卒用命 時不在來 機難興失 他之非智裔不可回 乃先請將盡 楊兒中等歸 以後賢非孤君 不可久留 黑令辦事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非奮遠入下 東向再拜約 十年之歷 廢於一旦 非班師 文遮馬動哭 掃弱 我等大香盆 混糧草 以形官軍 金人色之之 上攻去 我背無焦雷耳 這段宋史惡飛傳的記載 譯成白話文就是這樣 惡飛上咒 金兵士氣沮喪 拋棄全部之重 急忙渡河北逃 兩河地區豪傑聞風回應 我軍士兵拼死效命 這樣的時機不會再來 難得的機會不應輕易放棄 秦慶知道 岳飛不乏意志 堅決不可改變 於是先請求高中 讓張俊 楊宜忠等人 率軍回師 然後說岳飛 岳飛沽軍深入 不能久留 請求下令班師 一天之內 年下十二度金字牌 岳飛憤慨淚下 面朝東方再敗說 十年的努力 毀棄於一旦 岳飛率軍藍設 民眾攔住他的座騎 痛哭失聲 訴說道 我們頭頂香盆 運送糧草 以迎接官軍 金人全部都知道 將軍一走 我們就會被殺得 雞犬不留了 中共政權歷代的領導人 未有不思好殺人者也 習近平當然也不會例外 統一台灣 念之在之 因為毛澤東做不到 鄧小平做不切 習近平超無趕登 非做不可 未有不思殺人者也 一詞出自孟子卷一梁惠王張俊上 孟子見梁襄王 出與人若 望之不似人君 就知而不見所謂言 撤然問若 天下烏符定 吾對若定於一 熟能一知 對若 不是殺人者能一知 熟能與之 對若天下莫不語也 王之父妙虎 七百月之間看 則妙稿矣 天猶然作魂 配言下語 其如是熟能與之 其如是熟能與之 今乎天下之人目 未有不思殺人者也 如有不思殺人者 則天下之民 皆引領而望之以 成如是也 民歸之 由誰之咒下 配言誰能與之 逆成白話文就是 孟子也見了梁襄王 出來以後 告訴人說 遠遠望去 不像過國君的樣子 走近他 也看不到威嚴所在 他突然問我 天下要怎樣才得安定 我答道 天下歸於一統 就會安定 他又問 誰能統一天下呢 我又答 不好殺人的國君 就能統一天下 他又問 哪有誰來跟隨他呢 我又答 天下的人 沒有不跟隨他的 你懂得和苗的情況嗎 七八月間 若是長期不下雨 和苗自然孤稿了 假若是一陣烏雲出現 嘩嘩嘩嘩地落起大雨來 和苗便又猛然茂盛地生長起來了 像這樣 如今各國的君王 沒有一個不好殺人的 如果有一位不好殺人的君王 那麼天下的老百姓 都會伸場撥指 期待他的解救了 真是這樣 百姓的歸附於他 跟隨著他 就好像水的向下奔流一樣 哪又有誰能夠阻擋得住呢 行人政 不嗜好殺人的統治者 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 這是兩千多年前 孟子對梁惠王的兒子梁襄王說的 中華民族復興 念念有詞 說話又經常引經句點 但是又知其言 不知其所以言的習近平 無疑也是中共政權的 未有不是殺人者 當然他不會接受孟子所說的 不是殺人者能一知的主張 孟子也說過 民諸一夫就義 未民是君也 習帝如果知道孟子 是贊成誅殺暴君 推翻暴政的話 他就要向明太祖 朱元璋學習一下 一於刪除孟子的革命無罪 造反有理的言論 多謝各位收看收聽本節目 請分享影片及付費支持 下週再見